波挖不是说起来越高 我们就能够游得越快 波挖游不快 主要有两个细节没有做到位 我们很多爱好者 都通过双手往下用力去压 然后让你和上半身起来 这样你的上半身确实能够起来 但是你的髋关节 你的屁股同时往下会沉得很多 我们在起来的时候 不是往下压 而是靠我们的夹的动作 和我们的上半身 有一个挺身的动作 同时斜坐去发力 达到你把身体拉起来的一个作用 这样才能做到一个比较良好的 一个起高的一个作用 第二个细节就是我们在往前扑的时候 很多人能够起来 但是往前扑的时候松散没有力 这样你的前面和后面 上半身和下半身就像是脱节的一样 所以我们在扑的这个动作 它需要用到我们的腰不发力 往前扑的时候 不是光做一个伸手动作 而是我们拉起来之后 腰不发力往前顶 把身体往前送 往前扑 起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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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练习呢 我们可以通过一个挖勇手 和一个挖勇腿的练习 来弥补到你的这个前扑的这个能力 挖手叠腿的练习 不光可以提升你挖勇的技能 还能帮助你提前学习到叠勇了 东西